她的手切哈絲頭 打掉你的蚊子 她的嘴巴會不會更好 Hello 今天我要unbox的就是這個Jules Venus Pro脫毛衣 哇 好漂亮喔 整個禮盒一樣 好 還有一個盒子 好啦 讓我擦個小的那個先 哇 好漂亮喔 說明書 還有充電器 這個脫毛衣的外形會不會太漂亮 這個就是脫毛衣的肌頭 有六個的 這個是臉部 這個是手 這個是腳 比基尼位 形下 還有這個就是SR模 就是亂肤模式的濾光頭 它也可以調校六個不同的度數 就因應你自己本身的肌膚狀況 或者你自己的喜好 因為如果你是不喜歡那麼強力的 你可以調到它一度 但如果你不是的 忍到痛啊 或者是想它快點見效的 那你就可以一條 就調到它這個六號的了 那我們脫毛之前呢 首先就是要把你想脫的那個位置刮乾淨的 然後要確定是沒有傷口 還有沒有削傷 沒有Tattoo 讓你的皮膚完全乾淨的 如果你是大肚啊 或者胃著冒雨 離著月經 有皮膚的問題 其實也是不適合用這個呢 是做脫毛的 那你脫月毛呢 也不要碰到水 因為呢 它也是刺激了你皮膚 所以呢 盡量都令到它乾爽 還有24小時內 也不要把它在太陽光下保曬 頭一個月內用 就每一個星期用它三至四次左右 然後呢 數量就可以慢慢減少了 好 讓我介紹一下一些模式 轉去一 這個就是手 腳 翼下 皮膚 面部 寄屍 寄屍 還有一個SR 這兩個是什麼呢 按著它 這個就是不用按著這個按鈕 它直接感覺到皮膚 就會自己彈彈彈的發射光 你可以不用它 可以說關掉它 我要自己人手按 這個呢 還有一個冷敷的功能 你關掉它 就是Turn Up 就是這樣 因為我在餵人奶 所以我今天不會用自己來示範 我邀請了我媽媽 幫她脫她的手毛 首先我帶了我的matrix 形眼影 今天我媽媽說要做手臂 我用手的濾光鏡 它是磁石 這個可以這樣轉 方便你從哪個角度 去做這個脫毛 好 先試一下 我開始了 有什麼感覺 熱的 能不能接受到的 接受到的 幫媽媽做完 就要用亂敷模式 亂敷模式 它的意思就是 幫你的皮膚做一個保養 所以我這裡 教她一度 不要超過二度 就說用個亂敷模式 然後我就按回去 亂敷模式 SR 好厲害了吧 我剛剛幫媽媽做了面 就是用這個頭 做完之後 發覺毛毛真的少了 她因為懶的關係 就沒有做那個剃的動作 為什麼要剃毛呢 因為當你不剃的時候 你會聞到裸味 跟在外面去美容院做機 一樣都是聞到裸味 所以其實這部機真的很厲害 你可以不用去美容院 就這樣在家裡 做到同一個效果 當然這部機 是有一點是算長遠的效果 不是做一次就會脫毛 以後不再生鏡 她對這部東西的評價 是非常高的 她說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脫毛 其實大家日常都可以用這個SR模式去做暖膚 因為SR功能是有一個修復的功效 而且它可以加速皮膚的代謝 而且它可以踢走黑色素 我遲些餵完人奶 我一定要試試 踢走黑色素 好 今天的介紹來到這裡 下次再有筍東西跟大家分享 Bye Bye